所以一个义人呢 他有证则的动机 他有公平的待人 他有圣洁的本质 他有真理的内容 他有对罪威严的原则和态度 来促世为人 这个叫做义人 一个义人 义就是这样 你用这些原则 在看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基督一生一世 就在圣洁公义正则 公正公平 对罪威严的原则中间 成为我们的榜样 感谢上帝 在一个义人旁边站着 你会怕的 跟义人在一起 你会紧张的 因为你想到他是这样正义的人 你会有一点感到自己卑微起来了 我看有很多基督徒不像样 还有一些外教徒有一些像样 我不是要称赞外教徒 我是有一些好的别的宗教的教徒 他们有一些好处 我们要学 我们自己不要以我们是基督徒 一定是好的 有的基督徒真的不像样 在印尼这个总统 我是很尊重他 叫瓦西德 他七岁的时候 他的祖父死了 送葬的人两万人 所以那个时候他才七岁 他在送兵的时候呢 他一直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祖父 死以后有这么多人来送葬 一个人可以伟大到一个地步 死了还有这么多人来吗 根本他也看不到 他不来他们也不知道 你婚离的时候 你要来又什么 你要报名 点名我在了 你不要怪我了 那配张照片知道我有了 他死了 你不来又不要紧嘛 他们看不见你了嘛 你是他家人 我也给他家人看 奇怪 两万的人 看都来不及 所以这个七岁的孩子 就想一个问题 How can I be that great? How can a man be great like my grandfather? 然后他就 当大家走了他的坟墓那边 自己立志 我一生一世要好好做人 做到像我祖父这样伟大 他的祖父叫做Wahid Hashim 后来生了他的父亲 再生他 他叫做Abdulrahman Wahid 瓦西特总统 他是内心里面有很伟大的人格 所以当去年12月23号 圣诞节以前两天 加卡巴郊外一个印尼人的神圣 有三百多个秀神被围攻包围 完全被烧的时候 要把三百多个秀神全部烧死在里面 结果他们发现一个小盆全部逃出来 逃出来就用刀砍 一个被砍死 在一个被砍的时候 头断一半 现在活着还没有死 然后变成一个被砍被砍被砍的情形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大家知道这是故意要摇动瓦西特的座位的 瓦西特就开他的房子 还有叫回教徒开房子 收纳那些受苦的基督徒住在他家 我发现有一些外教的人 有时候比我们更懂的什么叫公义 我不是替基督徒讲话的 我是替真理讲话的 我是替基督讲话 为什么 因为基督是公义的本体 所以我可以替他讲话 基督徒不是 基督徒是修公义修不像样的那些人 我不是替基督徒讲话 我不是替教会讲话 我是替基督讲话 阿们 那么你说外邦人怎么样 有普遍之恩吗 归正神就提到这个点 Reform theology Common Grace and Saving Grace 所以外邦人有一些时候 会行出一些好像 比基督徒更完美的道德的生活 有一些事实在在也是如此 但是不等于他得救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他们在行为上尽了他的功夫 但是在救赎上 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徒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但如果这些在外面的义人 他接受了耶稣 一定比很多糊涂的基督徒更好了 对不对 所以沟里流还没有信耶稣以前 敬畏上帝 行为正着 常常帮助 帮助别人 严厉护士 行为正着 敬畏上帝 结果呢 彼得去讲道 就说什么话呢 他说原来那些行为正着 什么这样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上帝都喜悦他们 不是说都拯救他们 喜悦他们 所以台北有没有很多上帝喜悦 还没有信主的人呢 有 有没有已经信主 上帝不太喜悦的人 有 可能就是你